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家吃饭 下日炎炎 亲近自然 本期回家吃饭 带您露营野餐 我们俩就给您来一个户外大餐 户外烹饪实际爱好者 分享独家野餐神器 打造天花板级户外厨房 你看 它就已经现方了 大厨带来野餐神仙组合 仪式感拉满 吃这个菜的时候 不需要任何的餐具 一学就会的户外大餐 教科书式的野餐指南 让我们一起收拾行囊 马上出发 最近这两个月是天气特别好 很多人都喜欢在外边露营野餐 你看 今儿我也走出演播室 咱们也在外边露营野餐 很多人都觉得在外边野餐 要先把肚子填饱了 为什么呀 怕吃不好 但是我们的编导说了 今儿来了两个野餐的高手 他们坐的指定比家里还强 走着 哪儿呢他们 了吗 呀 这个 汽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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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主理人是两位老熟人 您二位一出现 我这心首先放下来了 为什么呢 这都是高手 他知道吧 他都是知道 您二位怎么这给我们的观众来一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是露营十级爱好者 长在户外的菜的个儿 户外的这个级别它有没有什么区分 比如说最高级是一百级 最高级就是十级了 最高级就是十级 听见没有 对 不用前击 人家非常自豪 主要是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咱那套家伙事就已经是十级了 如果您要是咋办法 露个营带上这些东西 旁边的人就称俩字 羡慕 大家好 我是厨师胡涵 露营这事我可能级别还是真没有菜太高 你说野餐这事 那我应该也十级了吧 我一般认为野餐咱也就吃个什么三明治 烤个串就完了 对吧 就出这套家伙事 咱也得吃大餐 关键咱旁边还有一撒场子 您看那边还要去烤羊肉串 今天我们俩就给您来一个户外大餐 有野餐秘籍 每个人三招 咱们做的过程当中给您讲 第二位谁先来吧 我先来吧 我一个榴莲披萨 这个是我的拿手菜 而且就属于所有人吃的 目前来说零差评 那就目瞪口袋 正了 就是正了 烤箱在哪呢 我也没看你在烤箱 这个就是我的烤箱 得别的还是 光梦都没想到这是一个烤箱 您要不喝 我以为这就是人胡得竹的电板 有一个锁 我们把它扒开 然后这个时候你看 它就已经见方了 这个是烤箱里边的夹层 一层一层两层 工具选择对 户外做饭绝不累 绝不累 现在就像一个小的保险箱一样 其实是个烤箱 而且还是分两层的 对 这个就是一个小的煤气色 对 放在这 如果我们要是在外边 买不了这么先进的 其实带一个小卡手炉也可以 没问题 然后我们把刚烧的这个水 我们给它灌出来 给它灌进去 特别推荐就是来户外的朋友 带一个保温壶 因为我们在户外 我们烧水啊什么的 我们都得用这种 罐装的这种器嘛 好吧 带一个保温壶 你把你烧好的水放进去的话 那你一天的水 你都不用再去烧了 节省时间 节省燃料 节省成本 先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做的第一个 榴莲披萨的食材 这是我们提前做好的 披萨面饼 这个是一个烤盘 你看这塑料实际是铝制了 而且你们看我今天的这套设备 全部都纯红 这玩出自己的个性 这十集怎么来的 对不对 最后那两集就是个性 我们第一步啊 先把这个准备好的奶油芝士 放到我们这个一个打蛋盆里面 300克 牛奶是150克 白糖的话 其实根据个人的喜好 加多加少都行 拿这个打蛋器 开始打我们的这个奶油芝士 搅到它成非常黏头的 很均匀的 很细的那种介质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我们已经搅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介质 非常的细腻 细腻 把我们提前准备好的披萨面饼 拿过来 我们拿一个小勺 小勺 我找一找 来来来来 给您看啊 两头 一边能头一边能捏 很讲究 您要喜欢一会儿您拿走 行 它有 它有 放榴莲裹肉的时候 有一个要点 披萨咱们最后做完之后 要给它切成几块 没错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果肉 一定不要放在中心 堆到中心 你最后一切块 这个榴莲果肉 高温一烘烤 它就会很稀 很黏 它就会流下去了 我们给它均匀的 就是说 给分布在整张披萨的边缘 行 这个就可以了 差不多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该用上 我们刚才制作的这个芝士酱 酱在涂抹的时候 也有一个注意事项 就是说我们需要把这个酱 抹在这个榴莲果肉上 把榴莲果肉给盖住 炒完了之后 你吃在嘴里 它这个奶香的这个芝士酱 和榴莲会融合在一起 味道会更浓郁 我抹这个芝士酱 还有一个注意事项要说一下 您看这个芝士酱 它其实离这个 西萨的边缘是有一定距离的 对 就是我们在烤制的时候 因为它会变软面 面就会变大 如果说你涂得很靠 披萨的外侧 它会流出来 流出来 就会粘到烤箱上 粘到我们的户外器具上 你后期的清理等等 都非常的麻烦 而且有那种糊味就出了 对 我们这个时候 开始撒这个 马苏里拉芝士 这个芝士说 同样和刚才放芝士酱一样 一定要和披萨的 最外侧有一定距离 明白了 好 我们提前准备好的这个铝锡纸 摊开 把披萨放上去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披萨 放进这个烤炉 好 二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时候造具有一分二 左边这个负责烤箱 右边的这个 我们是要准备第二道菜了 第二道菜 第二道菜我们做一个东櫻公汤 东櫻公汤 那您的原材料在哪儿 原材料在这个小冰箱里面 我要跟大家推荐一个 露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点 就是经常被大家忽视的 也是一个很省钱的方式 您得吃吧 就是我们冰箱里面 要放冰去保温对不对 对啊 但是我们一般来说 会买很多的冰盒 冰盒的话呢 非常的占地儿 而且也很贵 但其实不一定非要用冰盒 那您说硬什么 冰冻的矿泉水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画了之后 咱就喝了这吧 对吧 这小盒里都是准备的调料 准备的调料 你看啊露营野餐 这个调料啊 就提前在家里 准备好这种小饭盒 都准备好 份量其实都可以摇好了 对 反正我们也就是一次两次的 就给它用完了 这儿的话 省得我们盛袋的袋 又盛袋的袋回去 对 然后我们这边 会要用到一些菜 我来帮您拿 西红柿 香菇 洋葱 小米辣 这个是南姜 这个是香茅 还有胡萝卜 我给你切吧 你去调那个料 对 您调料 让胡萝卜给您切这个 行 咱出去野餐露营 你说做点什么不行 有人做烤串 有人蒸猫子 有人炒米饭 那为什么咱非要做一个东营公汤 你看这些食材 我们平时都少见 露营时机怎么来的 对吧 这其中有一些部分 就是我们经常用到一些 不常用到的 不常看到的 让别人一看 眼前一亮 对 这样的话 跟大家交流的时候更有谈资 拿这个当做一个话题 我现在开始往这个锅里面 加这个煮汤的水 正好这个水壶 我也跟大家推荐 这水壶我们不常见 您看我们平时带 就带一桶大的纯净水 您这水壶看软软的 我们户外露营最注意的一个点 就是一定要节省空间 这个桶呢 就是它在不用的时候 把水放掉 是可以收纳成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体积 这边就可以做我们的冬芸公汤 那我们在准备这个汤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去准备我们的容器 容器 容器 容器您不是说了吗 咱一般野羊出来带的东西 都是简单的 方便的 这也是一个点 这是点 小本记一下 找快记一下 今天特别带了椰子过来喝椰汁 但是我们喝完这个椰子呢 可以拿它做一个碗 最后把这个汤放进去 您看看 这个咱们在露营野餐的时候 如果是拿椰子做一个碗 您这一下一辈子都记住了 就利取材 所以咱这椰子壳它怎么能变成碗呢 就给拿菜刀做 如果说你拿菜刀做的话 首先啊 你这刀肯定就容易毁了 椰子很坚硬 其次就是你做出来之后很不工整 所以呢我们带了这个工业革命 第三次的生产力 肉袍呢 还有工具 专业工具 您这带了这么多专业 哎呦 这东西厉害 充电的角膜机 我们待会儿就拿这个 把这个椰子给开开 我们先去开开 好嘞 我们这有不服的 我们胡特徒拿出自己的刀来 非要跟我们的装修队比一比 谁先切的枯啊 火了 好 这个切的个儿大啊 真快啊 您看啊 我们这四个椰子都切好了 四个大碗 胡特徒您这 不用干不动 干不动啊 咱开锅盖啊 换里换东西了 好嘞 好嘞 这烫 现在我们就是把刚才胡大厨切好的东西 我们先放在这汤里面 把这个鲜味给掉出来 但是呢有一个注意事项 我们先放这个番茄 胡萝卜 洋葱和这个香菇 像柠檬叶这些 我们最后快出锅的时候放 因为你煮时间长了 这个汤会容易发苦 提香的东西我们要后放 这个时候我们把刚才我们切好的这个椰子 它的上盖部分的这个椰肉 拿勺挖出来 放到这里面提鲜 好 这个椰子味一煮就出来了 这汤现在明显感觉有那种热带的风情出现 这个香菇的香味出来了 椰姜的味道 开锅了 咱们整起来吧 整起来吧 整吧整吧 要不然肚子都喝了 我跟你说 这个场景从家里的这个三尺灶台 变成了这个 户外的这个 户外的这个 开放的这么一个空间 有山有水 你这个东西还是那个东西 但是完全就不一样 紧接着赶紧把这个东樱公酱和鱼露给放进去 多煮一会儿 让这个味儿露到虾里边 鱼露特别的咸 所以这个就是慎重放 它主要是提鲜 椰姜的话 就是在放进去之前 我们先咬一下 搅匀一下 漂亮 我们刚才准备好的香茅 柠檬叶 小米辣 南姜 我们最后一股脑子都给它放进去 把火开大 时不时地搅一下 因为这个东樱公酱 它比较粘稠 是块状的 我们如果在家里做也就是做一小锅 你知道吗 只有在这种露林的这种环境下 这么多人吃 我们才做这么一大锅 这味道就更浓 对 更加的成倍的香 现在就开始盛汤 奶香椰香都混合在一起 香茅的味道 包括咱刚才柠檬叶 放里一放 那味道都窜窜 太好喝了 这个还有一种淡淡的酸味 特别解腻 你在炎热的天气的时候 喝的特别解腻 用的我们这个园中特别好 它一加热 现在这个本身这个椰肉的味道 一下就蒸腾出来 浓厚 非常的浓郁的椰香 非常有层次感 好嘞 这皮子也熟了 我开盖您冲锅 看看我们的榴莲披萨出锅了 色泽金黄 一刀当先 赶快就给咱们切开 看看 这马苏里拉芝士 全都拉芝士 还真香 三米 四米 六米 八米 十二米 走 炸 披萨烤得好 关键在于 饼脆 饼香 上面这馅 而且这馅特别绵软 榴莲一烤完了 跟这奶油奶酪特别绵软 这个完全颠覆了我对披萨的认识 这是像吃一块 CAKE 对 甜品 来 不烫不烫 来 自己拿 自己拿手拿 来宝贝 这个就跟好吃的甜品一样 你拿着啊 是不是 闻闻闻 又可他真吃啊 那这块你舔了 只能给你了 好吗 冬银公汤 锅中烧水 椰子壳聚开备用 水开 加入切好的番茄 胡萝卜 洋葱 香菇 椰肉煮开后加大虾 再加入冬银公酱 鱼露 椰浆煮入味儿加入香茅 南香 柠檬叶 小米辣 煮开倒入椰子壳中即可 榴莲披萨 首先调制披萨酱 奶油脂是300克 牛奶是150克 糖250克 打蛋机搅匀 将披萨面饼平铺烤盘上 把榴莲果肉一块状形式 放在面饼上后 在每块榴莲果肉上 浇上做好的披萨酱 将马苏里拉芝士 均匀地撒在披萨上 放入烤箱中 上下温度220度 烤20分钟即可 我给大家画个重点 榴莲果肉不要铺到面饼中间 防止四溢 这道菜其实它在巴黎的街头 或者在法国 任何一个乡村的地方都有 有有有有有有有 吃这个菜的时候 不需要任何的餐具 漂亮 下面就来我们的胡大厨 对 下面该我了 该您一展身手了 看您已经按捺不住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 两个忽然大菜 每个菜还有它的讲究 你看我准备的这些食材 这个是什么 海虹 海虹 还有鸡翅 你帮我把这个火给它烧热 我这边要切点洋葱 别切丑 胡大厨已经开始给我们绣刀工了 咱们把它切的洋葱丝 跟这个海虹拌在一起 回乡头 这个是西餐里面常见的一个食材 其实我们可能平时在高级餐厅 才能吃到这些非常隆重的西餐 但是我们在露营的时候 也可以自己咱们做一些这些菜 好 我们把它呢 跟这个海虹拌都拌在一起 这时候我们要往里加一点这个橄榄油 面包我看您切的小条 面包我切出来小条 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个锅里放一点油 面包馅 我看这个胡大厨是用这个橄榄油 要给它煎炒一下 稍微再煎炒一下 给它煎成这个表面酥脆的这个状态 一会儿呢这个海虹的汁会非常的鲜 嗯 我们拿那个面包呢 可以蘸着那个海虹的汁一起吃 对 尤其它现在干了之后 一会儿那西餐里就更香 没错 就把表面给它烤干烤脆 就OK了 提前用橄榄油和这个红香根 还有洋葱 洋葱洋葱 对 一股脑子都给它倒锅里 哇 很漂亮 这时候呢我们加这白葡萄酒 通过这个白葡萄酒的蒸发 第一呢这个白葡萄酒会把这个 海虹里边这个腥的这个味道给带走 带走走 第二个呢因为在半蒸的这个过程 你看所有的海虹都开口了 这个过程是非常养眼的 非常养眼的 我们在露营的时候 大家今天都机场步入 然后看着你在这块一烹葡萄酒 香味先出来了 紧接着海虹一个开炸 里面的肉都出来 真的 这个要发一个朋友圈 真的 这太诱人了 这叫十级有仪式感的菜 这至少是九点九级 海虹啊洋葱啊都熟熟的了 给它拿上来 尤其吃的时候 它也有点甜味更棒 哎呦这个看着真的是 这么一搭配组合 特别有食欲 为什么我要选这道菜呢 它是一个大菜呢 因为这道菜 其实它在巴黎的街头 或者在法国任何地方 一个乡村的地方都有 而且非常流行的一个街边的 想吃这么一个大菜 还有一个更好玩的 这故事 吃这个菜的时候 不需要任何的餐具 拿这个海虹的壳 这样就可以直接把这肉吃了 对 然后拿这个壳当夹子 再去夹其他的肉 明白了 如果里边有汤呢 这个壳还可以当勺子 换这个汤 可以一举多折 你这手上不是脏了吗 面包 一蹭 就吃了 弄一盘这个 配点小白葡萄酒 这么好的天 往来一坐 这路径打菜 是不是有意思感 开吃了 太好吃了 非常鲜的 然后拿一面包票 我们可以加一点这个菜 就了 洋葱和这个 红羊头 一起一吃 正好把手上刚才摸这个 海虹剩的汤 就给 这个时候一定要稍微抹一抹 这样一盘菜呢 我们吃起来它非常有过程感 它是分为一二三四步 每一步呢 让你都有这个念想 尤其孩子我觉得 他肯定特别愿意 跟着家长一块来录音 接下来我还有一个秘籍 太棒了 野外搭配的神仙组合 大鸡翅 鸡翅 这烤一下就成了 我知道了 今天给它做个鱼处理 首先呢 我们用了一个刀 把这鸡翅里边两根骨头给它剃出来 这个大家其实可以在家 就提前就完成了 好 葡萄厨呢 用那个非常咸酥的这个刀锅 给这个鸡翅中去了一个骨 把它慢慢的给它剃出来 这时候把它直接往过一包 然后呢 两边这么一转 它就把这个骨头带出来了 这就其实变成了一小口袋 那您今儿打算酿点什么东西 今儿咱酿这个 辣白菜 这辣白菜呢 其实我也特别爱吃 喝点小酒 有时候炒个米饭 或者做点啥都非常香 这就做好了一个 做好了一个 这个鸡翅啊 其实在家准备好腌制的一晚上 拿过来不是更入味儿 更加入味儿 我呢还需要在这上面 再搁一点油 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小火慢煎 我们都吃过很多地方 有这种韩国烧烤或者料理 里边都用这种辣白菜来腌鸡翅 我把这骨头拿出来 它就满口肉 吃得过瘾 现在还一大口搁进去 是吧 那个爆破干 就是小火慢慢的 一定要把这表面啊 尽量的给它煎脆 你看啊胡大厨创造的这个神仙搭配啊 其实在户外我们露营也吹的时候 不但是可以煎 我觉得还可以炒 可以烤 对吧 还可以烤 刚才您那小烤箱 也可以用上 也可以用上 咱们在户外啊 就是非常的有这种灵活和自由性 一定不要说 照着一个框架就得怎么怎么样 那就没意思了 不能被束缚住 我们一定要有创新 我们在这个露营的这个厨台上 我们一起撒个花 这个就是我们回家吃饭的那种味道 对吧 这是樱桃树 这是樱桃树 樱桃树的树叶 白葡萄酒烧海红 将洋葱和毁浆头切丝 放入海红中 加入橄榄油拌匀 吐司面包切条 起锅烧油 将面包条煎脆 盛出后 倒入海红 翻炒 烹入白葡萄酒 翻炒后 即可 我给大家画个重点啊 这海红烹饪的时间不宜过长 否则口感就会老韧 辣白菜 酿鸡翅中 鸡翅中去骨 酿入辣白菜 起锅烧油 下入酿好的鸡翅 小火慢煎至两边金黄即可 回家吃饭露营地 咱正式开餐了 刚才就尝个味 咱现在干杯 该吃吃该喝喝 现在正式开始品尝胜利的果实 没错 咱先来一个大鸡翅怎么样 来 拿一个 刚才坐的时候就想吃 好 我也来一个 这好吃 您看看啊 这个也是拿手就能吃 而且它里面放了辣白菜之后不腻 你还觉得特鲜 里边口感发生了变化 外边是软嫩 里边是搭滋搭滋 脆的 你看葡萄酒多快擦手 人拿一面毛片来吧 露营嘛 而且我觉得这面毛片 不但蘸你那个汁好 就蘸那个东宫胖的汤 对吧 来来来来 咱们出来露营 刚才怎么来的 这个地方干干净净 我们回去就是把这收拾停的 再把它们都带走 还留下的是干干净净 除了留下了我们心里美好的回忆 这样才是我们现在最健康环保的路由方式 没放心吧 来就跟没来过一样 一样 没错您放心吧